多少钱 十万 哈喽大家好 上次讲关于工作的视频中 大家都对我家里有多少化妆品特别感兴趣 但是呢 如果要数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数全部的话 可能会要录一个小时的视频 玄关 玄关二 茶几下 茶几下的鞋盒 这些不只是鞋盒 地板上 地毯上 冰箱里 卧室里 储物柜里 另一边 浴室 浴室飞地 难事用品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数数 我有多少口红吧 因为我也自己完全不知道 非常好奇 并且呢 我还接受了一个来自小吴的挑战 就是在我所有的口红里 要选出五支推荐给大家 嗯 我们开始吧 那我现在去拿口红了 首先这个盒是摆在 再加玄关那个地方 常用的 这些都是不常用的 这里还有不常用的 还有一些没有开封的 好的 这就是我全部 但你们不要看这个盒 和它每一层都是美满的口红 口红对我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啦 除了我之前说过的 spiritual的原因 就是它我觉得涂上之后 整个女生一下子的 气场就不一样 气势就不一样了 另外也是因为它 它跟我的职业发展息息相关 我的职业现在有个五年了吧 做产品开发 市场开发 其中有大概三年半都在做口红 所以我对口红是非常了解的 包括它的配方 也在各个那种不同的 pigment就是色素什么的 我都是蛮了解的 所以呢 口红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其实这这么多年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 攒了多少口红 所以我们就开始数吧 先数这些不常用的吧 你们看还有这种 当年实验室的配方 就是在实验室做完的 这个之后都会上的 那里面看名字 这今年内啊都会上的 然后但是实验室 阿姨就提前给我的两个 137啊这里都两个 137 3839的附属谢谢 173 这个我当年超喜欢 173 然后 这是我那个丝绒 但我就是那个 上去工厂打样 所以里面是没有的 这算一个吧 208 09 29 30 230 然后这些都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 也不是最近 最近已经半年了 305 这一段就数了 嗯 305了啊 74 374 这边还有呢 没拆工呢 还有啊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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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大尔斯当年我一个圣诞限量版 是没有四个小的 我买了两组 这边还有那个呢 10 11 12 13 413个 413个还不包括有一些我放在办公室的 就我自己买的 但是拿去办公室 415对吧 这多钱啊 而且我的口口还满过一个都是大牌的 其实 你估算一下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均价多少钱吗 200 不值啊 300 250 250 乘以 400 多少钱 10万 啊 啊 25成400不等于10万吗 嗯 1万吧 25成1400 哦真的10万呢 what 啊 啊 不可能 那有一些就是属于是像这些都是我当时自己做的产品 然后人家送就是当时就是有一套就送给我了呀 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包括这里面也有我自己做的完口就是我之前自己做的产品产品过来之后就送给我了一些就自己拿回家了呀因为自己做的产品我一般都会留一套我都会留做纪念的都会留一套就有很多也是没有花钱的啦但都是因为我付出了心就是付出了劳动所以才没有花钱 然后还有这些就YSLW都是内买的 那现在就选5个 5个必须要拥有个颜色 这个好难啊 这个太难了 好了 我选好了 因为选5个颜色真的太难了只选5个所以我纠结了20分钟最后选出来了以下5个必备色我把它分成了两组一共有10个颜色第一组是比较价位高一点的比较适合上班组第二组呢就稍微评价一点的比较适合学生党 第一个颜色呢就是正红色正红色价位高一点的我推荐纪凡西这个红丝绒的37号之前李佳琪也推荐过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适合秋冬的稍微有一点点偏蓝的一个正红色非常显白 价位低一点的我比较推荐NARS这个Star Woman但说实话NARS也不算很平价啦只是目前而言价位比较低的我没有看到很好看的正红色不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巴黎欧莱雅大概 年终到下半年的样子会出一个很漂亮的正红色是我当时飞去巴黎调的如果那个出了这就可以作为评价的正红色代表NARS的Star Woman呢就是一个非常正的红色不偏黄也不偏蓝大家一定要拥有而且它因为它非常显色度非常高上色非常实就不管你是深唇还是浅唇涂上之后都可以拥有非常正的红色第二个色系呢是姨妈色姨妈色算是现在没有特别红但是我觉得还是必备的颜色 因为它会显得你非常有气场也比较显白贵了一点的我推荐的是这个YSL的TATOUSH中文名字好像叫印记唇釉的08号算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颜色今天我也涂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红一点的姨妈色非常有气场 稍微评价一点点的我选择的是MAC的Diva也算是它的两大最有名的颜色之一吧一个是Chili一个就是DivaDiva是一个比起YSL来说更蓝一点的姨妈色也是非常非常有气场的一个颜色很适合秋冬 第三个色系呢就是最近比较火的红棕色红棕色的话价位高点的我是推荐这个TOM4系馆的24号是我最近最爱用的颜色是我1月份的时候 去日本出差的时候买的它相对而言比较适合白皮不太适合黄皮因为它的棕色里红掉比较少它是比较纯正的一个棕色稍微评价一点的我推荐的是MAC这一只著名网红Marrakesh虽然是网红但是是因为它真的美丽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红色的红棕色相对而言比起TOM4就更适合黄皮第四个色系呢就是烂番茄色脏橘色这个里面我比较推荐的稍微贵一点 就是兰扣的196来196真的是大家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皮肤什么颜色的嘴唇都一定要拥有因为真的太美了 对了我最近还找同事拿了一下我之前做的这个baby就是丝绒版的196因为全都卖断货了所以我还专门找同事给我留了一两个 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买不管能不能买到限量版都一定要买这就是一个非常vibrant的胡萝卜色超级显白又显得整个人非常亮眼 评价一点的呢就是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个我非常喜欢的Romant这个See-Thru Matte Tint的05号 首先它非常非常的性价比超高其次这个颜色其实非常的高级也是会非常显白并且很适合年轻一点的女孩子我觉得 最后一个色系呢就是豆沙奶茶色其实如果真的要我分的话豆沙应该是一个颜色奶茶是一个颜色但因为小吴只让我选五个所以我就把它们归在了一起 第一个价位比较高一点的是一个奶茶色来自于Charlotte Tilbury是Stone Rose也算是我非常常用的颜色之一 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有一点点杏仁奶茶感觉的颜色比较适合白皮但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显色所以其实它会露透出一点你唇部的底色 所以黄皮也可以用评价一点的颜色是一个豆沙色来自于那个 Bourjois妙巴黎Rouge Edition Velvet 12号色 这个是我当时在法国逛超市的时候买的超级便宜具体价位级不是大概就是五六欧六七欧的样子 上嘴之后我简直惊艳它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豆沙色像我平时非常涂飞机不化妆的时候我都会保证戴上它 因为涂上它就会让你气色整个变好不化妆也会变好 给大家看一下手臂试色这十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最后一组豆沙奶茶剩下四个颜色两两对比都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进行购买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尽管我已经有四百多只口红了但我觉得将来遇到好看的颜色我还是会接着买的 因为网上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欣赏 Lipstick cannot solve all problem but it's a pretty good start 顺便以此机会做个市场调查因为我非常的好奇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你们有多少只口红 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